和洛之数好了 它到底跑了几次 假设跑了几次 你要必须把一个东西加出来 实际上当然 最好是你想到什么功能就可以加什么 当然最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 执行过之后你会发现 它跑了执行次数两万八千多次 当然离每执行一次 它都不一定相同 可能有的时候跑了八万多次 跑了多少 跑了十六万次 所以每一次 当然你假设 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技术器 技术器好了 那你该怎么加 OK 这个时候当然 只要有一个功能需求 你就要去想说 这个就必须先产生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该放在哪里 你第一个当然一定要宣告 因为加法一定要宣告 宣告的话 你要考虑到说 那我可能会产生的次数 有没有可能超过21亿次 不过应该不太可能 如果不是超过21亿次的话 你一律宣告成RINT就好了 如果超过的话 你可能再用Long 我想大概Long跟RINT应该就够用 用最多就RINT 所以你会发现 你只要是整数的话 没有小数点的 基本上一律就用RINT就好了 这样比较好记 那如果说有小数点 你用Double就好了 反正不发入这个 那如果是文字的话 就用String 那如果是有True跟False就Bully 大概顶多我们用来用去 好像就用这些 至于其他不是没有用 只是说可能暂时你可以 暂时可以知道它 但是不一定要用它 因为基本上我们刚刚这些都够了 那第一个宣告 第二个的话你要放在哪里 因为它一定要有一个初始值 初始值也许给它领好了 所以特别是要我宣告在哪里呢 我这个等一下你们可以自己试了 这个其实不难写吧 你应该没有问题 宣告的位置的话 我们当然可以不一定要放在 我是用Static 我后来发现Static没有意义 你可以放在这里 你也可以放在哪里呢 你也可以放在这个里面 可以放在哪里 你放在这个的里面好了 OK 那特别注意 你放在这里跟放在这里 最大的不一样是怎么样 一个是这个main里面的 一个是这个main里面的 所谓的区域变数 这个main的区域变数 所以它会随着main的开始而开始 它会随着main的结束而结束掉 那如果你把它放在上面的话 它会跟着什么 跟着这个plus 那如果你再加一个static的话 它就变成静态了 它放的位置就不是在区域了 不是在这个范围 而是在global 就是全部的 其他的那个类别也可以存取得到 OK 就是加一个static 我刚刚有提过 那基本上 如果我放在这里 其实它也可以跑 为什么 因为它这边 它可以让我在当它度的时候 那我什么时候去加它 我是在最后一次 就是说这个大瓜糊 度的最后面这边 把它加加 就是说它跑一次加一次 跑一次再加一次 跑一次再加一次 不过特别注意 你这个anti 这个地方 有人怎么样 可能是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度回圈里面 宣告在这里 当然 如果你把它宣告在这里的话 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它这边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 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你宣告在度里面的话 它的生命周期 会随着什么 随着度结束就结束了 OK 所以那个位置 生命周期 变数跟生命周期的关联性 应该慢慢可以懂吧 所以你要放对位置 那当然你想说 那我干脆就放在最外面就好了 加一个static就搞定了 其实当然也有人这样做 只是说 比较不精确 OK 因为 可能会不会有重复的问题 发生 所以基本上 我们放在 因为这个是在man里面 所以基本上 我干脆把它放在那个 宣告的时候 放在这个地方 会比较恰当一点点 放在man的这个方法里面 OK 除非说将来 假如说有其他方法 要共用的话 你再把它放在那个 就是上面的位置 那这边把它加加 每跑一次加一次 每跑一次再加一次 OK 应该可以懂了 其实没什么嘛 就是这样子 最后呢 桌输出一个 什么呢 print line 执行次数 串接一个什么 多少次嘛 这样就OK啦 所以执行起来 OK 那你又可以看到 執行次数多少次嘛 就这样而已啦 所以一个变数 其实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啦 只是说你要宣告 对的东西 它就自然会去 帮你做输出结果啦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你也可以在什么 刚刚那个第二个 四之二的这个范例里面 一样可以去做同样的事情 不过我发现它好像 跑的次数好像也没比较少 可是感觉上稍微少一点点 但是我发现 它虽然跑的次数比较少 可是执行的效率 好像没有比较高 那也就是说 感觉起来 如果list 就是这个arraylist 跟正列比起来 感觉好像正列的速度 会快一点点的感觉啦 当然实际上 也许你可以再用大量的资料 去比对一下 也许你可以用正列写 也可以用arraylist 比比看 不过我觉得 99%以上的那个资料 你用哪种写都差不多 差没有那一点点时间 所以我以前可能在早期 电脑效能不是很快的时候 会比较有热情去比较 但是现在越来越没有这种热情 因为都跑得很快 我差那个0.0几秒 那有什么意义吗 但是为了要差那个0.0几秒 我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再写好多个版本 最后找出一个最快的版本 可是 就是纯粹只是 好像自己比较high而已吧 对不对 有啊 每次跟人家分享 你看我这快很 人家 哦 对不对 可是你背后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你才有办法把这个比较出来 但是因为主要是 但是后来我觉醒了一件事 就是因为硬体的速度 如果加快之后 你在程式撰写 只要最重要还是把它写出来 不要bug 其实就差不多了 才是最重要的啦 OK 至于是有空再来弄这些东西 那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 会比较有这种热气 现在可能感觉好像只要跑出来 没有bug啦 不过 你们现在可以多花一点时间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第105道题 所以这边的话 就大概105这个 所谓的正列的行列转换 那也是一样正列 那行列转换部分 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切割自串的问题 所以这一题是正列 加上那个所谓的自串类别的使用 两个结合二合一 那这边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一维正列 你也可以用二维正列 那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是这样啦 就是说执行这个105的这一题 那他问你说 几列三列 几蓝三蓝 那基本上 横向是列 纵向是蓝 那我比如说他问你说 请输入第0列 不过我觉得这应该是第一列才对 但是他说第一列我们可以懂 1 空一格2 空一格3 那等于是说 我输入了三个资料 但是中间用空白 当成分隔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要想到 我中间用空白 那他接收到之后 有没有办法帮我切割 切割成三个 中间是空白 然后读到一个正列里面 这个是第0列 Enter 再来是 4 5 6 应该是第三列 7 8 9 这样子 不要输入错 Enter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本来是横向的 123 456 我要把它 转过来 Enter一下 各位可以发现了吗 本来我输入的是这样的方向 那我希望最后输出的是这样的结果 OK 就是 行跟列颠倒一下 那这边的话 当然会需要理解 第一个是正列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怎么去做那个什么 自串的切割 中间如果是空白的话 他怎么帮我切割 切割之后的话呢 丢到一个正列里面 所以这边的话 你们也可以顺便 就是 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那个讲义里面的那个 讲义部分的话 也是一样第六章 或者你书里面的那个 第六章的部分 那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个所谓的那个 自串类别 自串类别 这个自串类别 那自串类别里面呢 有哪一个方法 它是可以做 刚刚那件事情的 实际上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一维二维正列 然后刚刚有提过 那自串正列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它底下有个列表 往下看一下 自串在这里 自串处理 那比如说它有哪些方法 我想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里面的话呢 有关那个自串的长度 还有什么呢 转大写小写 另外还有什么 资源搜寻 这个后面还会用到 好像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你要找那个关键字的话 你可以用index off 那大概不是这个 不过如果说要自串的搜寻 这个都有 另外的话 底下找 自串的切割 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substreet 不过不是用substreet 那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叫做 Splitter Splitter 所以在自串类别里面呢 也许你们可以稍微找一下 有没有一个方法 是可以帮我切割 什么呢 切割那个自串 假设中间有空白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做自串的切割 这边好像没有 没有提到 没关系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们可以先试试看好了 那待会我们再来解一下 这一题 就是比如说三列三缆 那先输入三列的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会需要有一个 有正列可以帮你接 接完之后再把它颠倒 本来是横向的 变成纵向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讲 那你要了解那个Splitter Splitter里面的Splitter方法 第二个的话就是了解 所谓的二维正列 那前面我们有讲过 那个所谓的一维正列 那一维正列概念很简单 反正0放一个 1放一个 2放一个 那这个所谓的二维正列 其实它除了说呢 可以放一个资料之外 它又可以再切割 那它的概念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们的理解 就是可以把它再想成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D0列 假设像这个地方 有国文成绩数学成绩 那如果说你有国文成绩 数学成绩的话 如果一个编号要放两个字 那怎么办 那你就再把一个正列 再切割成两个 所以特别注意 它的概念一定是 这边是 就是0、1、2、3 原来的 OK 然后这边的话要多0、多1 所以00表示这个 01表示这个 OK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一个空间 就原来一个正列 有没有 又可以再切割 放两个 那它的概念基本上就是 前面的数字是代表是列 后面的数字代表是蓝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假设要放两个 那可以用这种方式 一个大瓜糊 然后里面的话 又一个大瓜糊 痘点 然后再放两个 那这个概念跟那个表格还蛮像的 有点像是 那个Excel里面的概念 蓝跟列的概念 OK 那也就是说 当然我们有点像模拟那个Excel的方式 反正就是说类似像这样 那比如说像刚刚的那个 蓝列的那个 比如说就是类似像这样 假设1到9 那我要把它换个方向的话 基本上就是 我先把它贴上只有直好了 贴上只有直 OK 然后再怎么样 再复制一下 贴上的时候呢 可以再转置 这边有个转置 选择性贴上的转置 变成这样 纵向本来是123 变成123 456789 类似像这样子 OK 那我要怎么去把这个件事完整 所以总共这一题的比较重要 就是两个重点 一个是String里面的Sprint的那个类别 第二个是二维正列 二维正列 所以二维正列 又稍微更复杂一些些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这一题大概要怎么样做 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第一个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当然一样 请他要输入什么 请输入他要的列 列数 所以我执行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 我执行 请输入列数 那假如我给他三列 Enter 这个时候有没有 假设我这边宣告了一个变数 叫Raw 它会先接到几列 再来第二个请输入蓝 那一样我把这边输入3 33之后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那我就可以得到它到底要几蓝几裂 这个时候呢 后面特别注意 这边就是建立一个所谓的二维正列 那建立二维正列的方法 特别注意 跟一维正列很像 不过我还是建议 干脆把这个两个中瓜五放在前面好了 其实放前面放后面都一样 那为什么放前面比较好呢 因为前面讲过了 如果放前面的话 以后如果你写虚Shop的话 它是放前面才可以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建立一个二维正列 这个二维正列是一个string的二维正列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那逆无之后的话呢 会需要有一个列 有一个蓝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的话呢 你假如说我今天呢 假设输入3 33 它就会准备好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的话 类似长这样子 3列 3列先画好 3蓝 好 那这个时候你有3列3蓝的表格 那你现在要做什么 把资料放进去嘛 所以我第一次输入之后 再利用这个Splitter 后面加一个空白 这个地方特别重要是空白 那当然 一般常用的啦 可能不是用空白 可能是豆点 如果你是豆点 可不可以啊 反正它就看你中间分隔是什么 它就怎么样 Splitter之后 它会帮你丢到一个字串正列里面 因为本来我们输入的是 1 豆 1 豆 123 对不对 那它会自动帮我切 切 切成这样子 然后做什么 放到那个字串的这个空间里面 OK 实际上就塞到哪里 塞到这里来 所以这边就 123 再来是456789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 刚刚好 可以把它放进去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 以后 这个二维正列 虽然很好用 但是真的不太好理解 如果你要比较简单理解的话 我是建议的 你干脆把它想象成ysail ysail ysail就比较具体 那ysail的列 实际上就是前面这个 先列 再揽 所以三列 三揽 那编号一样是从0开始 012 OK 它这边也是012 所以你用00来表示这个 01来表示这个 02表示这个 OK 它的位置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读取资料 那我当然要输入什么 输入一些资料 所以要一个一个输入 所以我for i等于 1到 这个0开始 当它小于 小于ro ro就是三列的时候 往下继续跑 那ro的话 因为我输入3 所以它0列 第一列 第二列 往下加 所以这个地方输出 请输入第 有没有 i的话 因为我这边是从0开始 所以第0列 然后呢 去读进来 读到哪里呢 读到这个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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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它是一个字串 可是问题这个字串 我必须把它转换成正列 那转换成正列必须靠谁 靠这个split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我中间是加空白 所以加空白 它就帮我把那个什么 刚刚输入的那个1 空一格2 空一格3 读到这个自动切了 所以这个动作是这样 切完之后摆在这里面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这三个东西分别放在哪里 放在我们要放的这个二维生列里面 把这个东西塞进去 那一个一个塞进去 好 塞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做输出啦 输出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直接把i跟j颠倒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输出非常简单 因为我要转置 其实转置就是把i跟j 就是列跟蓝颠倒 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输出的话 不外乎就是 1 空格2 空格3 OK 这边的话 3 记得要空白 Enter 然后再来就是7 Enter 好 转置过来 OK 大概是这样啦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地方 可能要稍微了解 尤其是二维生列的部分 好 那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你们先试着做做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像那个 六之二之二的这个范例 在书里面有啦 那当然这个地方就是 主要就是说 用来做一个同学的计算 比如说一个人成绩 可能有国文数学好了 然后一个两个 一个人会有两个资料 一个人会有两个资料 但是如果你之前用一维正列的话 可能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需要两个正列 一个放国文 一个放数学 可是问题 这样子到时候分开来处理 它相对比较麻烦 所以你这个时候就有其必要性 怎么样 把它变成二维正列 对不对 这个二维正列 其实它真的就跟那个 Easeo那个表格还蛮像的 它横向的是列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概念的话 那只是差别是说 在Easeo里面是看得到的表格 那在那个Chawa这个二维正列 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要自己要去想象 那想象就是 当然想象会 难度一定是比较高 不过各位也大概掌握一些要诀 它要怎么样实做出来 比如说我们类似有三个人的成绩 然后它有国文跟数学 那最后我需要做出来 类似像这样的结果 我们来Demo一下 给各位看 最后做出来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说我希望 它 它的国文 它的数学 然后小记多少分 再把它相加 那这个 这是张三李四 张三李四王五 然后这几个人 它分别就是把小记 最后呢 成绩总和再把它通通加起来 类似有这个简单的练习 但是呢 如果说你之前 假如说不用正列的话 那你可能要很多个变数 A B C D E 那当然如果我们现在练习用二维正列 那二维正列 首先的话 请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二维正列 所以我就把它抓那个里面的范义出来讲 当然除了二维之外 还有多维的 还有善 通常 那么多 没有人 我是很少用 因为越多维 越困难 为什么? 因为人的脑袋 没办法画出那个表格 但是还好二维的好处是 基本上它跟以色列的观念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二维正列 其实就是类似像以色列的表格 前面那个是列 所以先列 再燃 它是基本上是先画横的 再画重的 你有这个概念之后就好办了 因为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假如说需要画那个表格的话 通常是国文 以色列的话通常是这样 两个成绩 那有三个人 所以是一、二、三个人 然后呢中间画一条线 所以会第一个人的成绩 那不过编号一定是零 第二个人成绩 第三个人成绩 那怎么放进去? 就是把这个放到这边来 这个放到这边来 OK 应该可以理解了 那不过呢写法上面 一样会跟一维正列一样 有两种写法 你还记得吧 大瓜糊 大瓜糊是一行就搞定了 但是呢下面哦 有没有发现 注解这些 这下面的方法 是要写这么多行 但是两种写法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差别是在哪里呢? 就是如果你是大瓜糊 首先你必须要怎么样 预先已经知道 预先已经知道 你里面要放什么 你才能用第一种方法 还记得吧 跟一维正列一样 一维正列有没有 我们前面好像讲那个 剪刀石头铺 反正忘记的回头看一下 预先已经知道 那你可以用大瓜糊 可是如果预先不知道的话 那怎么办? 只能用下面的方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下面的方法是 先new什么? new空间 再放资料 上面是先不用new了 直接通通过来 塞进去就对了 有没有? 所以两种方法 都是二维正列的 一个实作方法 那上面是已经知道了 不过通常 像我们刚刚那个方法 比如说那个 几列几蓝 预先不知道 所以必须怎么样? 用下面的方法 所以刚刚为什么会跑 复杂度比较高 其实基本上 就是预先不知道 由谁决定 由使用者决定的话 那就用下面的方法 那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它怎么见呢? 假设我要放成基的话 假设我是放整数 我没有小数点的话 那一定是两个中瓜胡 OK 就是二维的 然后一个变两个 里面的话 给它一个二维正列的变数名称 所以它是二维正列 OK 然后呢放什么呢? 放第一个成绩 第一个人的成绩 第二个人的成绩 第三个人成绩 是这样放 OK 那如果说我换下面的方法 这个可以注解掉 你可以换成这样子 就是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改成下面的方法 两个结果一样 只是如果预先知道的话 当然我会用这个方法 可是预先不知道 那只能用下面的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 到底要填这些什么的 也许你后面这个成绩 有没有 也许可以用那个scan 或者是J.O.P.Champan 让它慢慢输入的话 那你就是用下面这个方法 OK 那里面的话呢 不外乎就是三列 两栏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三二 以后你的理解可以这样的 反正你就是把它想像成Excel Excel里面的话 三个人 两种成绩 有没有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而且二维正列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 它跟资料库 是非常match的 有没有 资料库里面不就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不是 不外乎就是J.B.Raker 上面有哪些栏位 那如果这样 你是不是大部分是做法这样 可以把资料库里面 查出来的东西 先塞到二维正列里面 然后呢 再塞到你要塞的元件里面 所以很多都是这样写出来 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哇 那很复杂 那个里面 不知道地方放哪里 所以特别注意 那我们就分别把00 00是这一个 放什么 放第一个成绩 01 放这个成绩 所以第一个人先搞定 换下一个人 再换下一个人 所以分别有三个人的成绩 塞进去 那再来我需要做什么呢 也许顶多是计算总和 总和部分是一个total 总共这边多少成绩 然后我需要说他这个人 假设我今天希望把两个成绩 加总起来输出的话 那我这边的话 也许我这边多个J好了 J的预设值为0 然后呢 他 当他小于这个正列的长度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正列长度就是说 总共有几个人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假如说我们有三笔记录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呢 我们这个就会 可以知道说总共有几个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总共有三个 然后加加往下跑 那这个地方的话 再来就是说 当那个 我把这个print出去它的成绩 它的成绩的话呢 基本上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中间加上空白 那分别的话 一个一个成绩的把它输出 后面再加一个所谓的小计 所以小计之后 那把这两个累加累加之后的sum 把它做输出 把它加起来 两个成绩加起来之后 那total是全部的成绩 那最后分别输出的话 就是小计多少 ok 然后呢 加总多少 我想这中间这部分 前面有做过相关的练习 只是说 里面的i跟j 你要怎么去搭配 才可以刚刚好 第一个人的成绩 第二个人的成绩 分别把它算出来 所以这里 请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我们的讲义 或者你们书里面 假设我今天会需要有一个二维正列 叫grance 这个grance里面的话 总共有六个成绩 那我怎么去做出 这个小计 我现在看到这样 然后要总和 ok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好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二维正列 因为它的复杂度 当然相对的比一维正列来的高 只是说呢 你要怎么样刚好 输入六个成绩 那两种方法 也就是你可以先用第一种 建立一个二维正列 第二个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输出的东西是小计 每个人的小计 跟最后的成绩总和 各位想想看 怎么去做会比较好